小资族聪明理财要懂得存钱 把钱存到银行里 即享有存款保险的保障 每位存款人在每一家药保机构 最高保额新台币300万元 保障范围包含新台币 外币存款的本金及利息 存款人不需申请及缴付任何保险费 上IG搜寻粉丝页 中央存款保险公司参加万元抽奖活动哦 新牛顿全新产品手机支架 让你自拍不求人 看影片或玩游戏也能轻松掌握 共推出顾价mini、顾价max 及犀牛顿顾价max、maxsafe兼容三大款式 满足你我在生活中的各类情境 顾价1秒开合稳固站立 还有上千种独家设计及联名款 个人化服务包含27种颜色 躺印及克制文字可供选择 顾价在手得心应手 欢迎来到KK Show 这是Ken 我是凯莉 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索纳来我们的节目 耶 可以吗 你可以归吻一个词 我觉得你每次的词 我会做 准备吗 大家好 我是索纳 听到现场酷耶 我本来想说还有阿伟也在这边 你有没有见到阿伟 对啊 你自己都忘记了 阿伟是天一 哈啰阿伟 因为他长得太帅 可能不 對 怕攝影機壞掉 謝謝你 這種LINE你也接 阿偉今天用天音的方式 色彬也在啦 嗨 聽不到他聲音是在旁邊 因為他是差另外一個機器 所以我們會聽到 就一直看他動嘴 然後都沒有講話 爽 那我們今天邀請索娜 我真的很開心 因為其實我們看你的影片很久了 什麼很久 那很久 COME ON DON'T LINE COME ON DON'T LINE 舞男孩那時候在跳那個 那是因為那時候Blackface 然後就有一些爭議嘛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你有拍影片來講 有兩支他們那邊 對對對 然後他們有找你去聊嘛 對 那一支我也有看啊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有在陸續的看 然後下一部什麼 Ember Heard 可是中間我有看 你在講那個政大Cypher的那些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邀請桃子來 然後你有那個分析一下 台灣的Cypher的那些政大的那邊的東西 對 然後他們的影片怎麼樣 所以我就覺得 It's really interesting 然後所以今天可以看到本人 有點開心 Yeah 你今天是個謎地的狀態 有一點點 對啊 不過今天最主要我們想要邀請那個Sona來 Sona Sona還是Sona 都可以 Sona 英國名字是Sona S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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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一個老人到處把那支影片給我所有的朋友看 就包括范姐 范姐完全是被那個影片說 Oh my god 好久沒有看到這麼爽的影片了 真的假的 阿姨這麼爽喔 然後還有我在社運上面比較activist的那些 偏很左很左的朋友 他們看也覺得very inspiring 真的嗎 其實我蠻意外 我以為他們可能會有點生氣的 不一定 因為我自己看的時候有一些點 我自己有點uncomfortable 可是我自己就會開始反省說 欸為什麼我會uncomfortable Why was it 就是自己重新reorganize my priorities and values 我覺得是really interesting 那而且你也有一個影片在講Andrew Tate的那個 那那個我們很多聽眾有看的 Sona很厭語什麼的標籤貼上去 所以你們有聽到他的那個真正的message嗎 在talk about Andrew Tate 跟excusee大家不同value 要怎麼來看嗎 就這樣 但我覺得是很興奮 你也有很多不同的談論 在台灣人的社群組織 我覺得很酷 因為台灣很少人 會直接把這種價值觀的東西拿出來 好好地談論 因為大部分台灣我覺得 我們在講issue的時候 就直接標籤貼上去 那就結束了 對 對 對 這是一個原因 我們要講 因為我們覺得必須要面對這件事情 很重要 超級重要 如果你不講那怎麼辦 可是講那個很硬欸 就是你做好多功課喔 你是不是學霸 你很愛念書嗎 就是why why are you doing this 我覺得我們兩個有病 就你們兩個嗎 就你跟阿偉 沒有別人 我們好幾個的團隊是我們兩個人 對 對 所以你自己去看那些ismism 什麼主義的東西 對 然後他翻譯 對他翻譯 我們SOP是想一個主題 然後說OK 那有什麼證明 好我就研究 然後google scholar 什麼什麼research 都是研究 然後快睡睡著 一直在OK OK 然後再討論 然後說那這個有什麼story 我們可以tell 重點是什麼 那有什麼story 我們只可以run一些information 就是大家不會覺得好無聊 太多數字啊 太多statistics 所以我們兩個是這樣子合作 然後最反的是翻譯的 那個翻譯很難耶 對翻譯很難耶 How do you do it 你怎麼做阿偉你怎麼做的 就google啊 那不是google翻譯做得到的好不好 我有看那些中文字幕 我 I was really impressed 你知道我在做podcast前 是做翻譯的嗎 Come on 我做口譯耶 對啊 可是那你的翻譯真的都是用google啊 翻得比我還好耶 那些東西我才不想翻呢 幹我就隨便 對啊 就是 一定是很有興趣才會做這件事情吧 對啊 我們說這個很有興趣啊 你們是看到台灣的什麼現象 讓你決定要做這個issue 呃 well as you know 我們之前是hiphop channel嘛 對我來說還是hiphop channel 因為嘻哈不是音樂 也是一個social movement 所以說ok 那我們移到knowledge的部分 然後我們想說 那這個很多人在我們裡的人 都對美國的 社會主也很好奇 他們想說ok 所以我們怎麼可以把這個 match 台灣 the current climate and let people 就是讓人家知道 欸國外 在想什麼 然後這個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們覺得 就是美國跟台灣的relationship 其實蠻重要的 if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r partner's doing 那對來是有一點危險的 那我們也是覺得 因為我們 雖然是年紀到我們40歲 所以我們覺得 就是你這個年紀有一種責任感 你必須 like contribute to society 你懂我意思嗎 然後其實差不多是這樣子 we just wanna do what we think is fun and hard 超難的 我們只有前半部 we wanna do what we think is fun period 而且做這個CP值高嗎 算高嗎 還蠻高的啊 就是成就感 成就感大於一切 come on 本來就是這樣子 而且那個要找出 那些背後的那個 theories you know studies 然後我覺得 因為你要講這個東西 還要internalize it like how long 你準備一個這樣 至少這個系列 你準備了多久 你是說一集嗎 一集大概20分鐘嗎 right so probably what 五天吧 你找資料大概找兩天吧 找資料大概兩天 然後我們討論 寫大概寫一天 討論一天 然後編輯跟翻譯算是 大概一兩天 所以五天 對五天 然後等那個pass 對pass最煩的好不好 我們上次都馬上就黃標 什麼要等 等maybe三到五天 你的東西為什麼會黃標 因為我們 sensitive 對 sensitive 很敏感 還是你們喜歡加很多sensitive的hashtag 沒有其實是因為我們講的主題 對YT來說是 不是entertain而已 是很多個東西 YT都覺得 這個可能一些advertiser 沒有那麼想 對對對 所以有威脅 是有Jordan Peterson那一集嗎 還是每一個都是 其實從 從BLM那時候開始幾乎都是 對 其實BLM我們 黃標 現在還是黃標 18歲以上的那個 還有abortion的也是 對對對 對 因為他們說 你不能把你個人的想法加進去 對 對 對 你不能在裡面說你支持 或是不支持abortion 不行 哇 Yu現在走到這麼 對 極端 對 這個很極端 哇 我不知道 可是這樣子 你現在主要的收入來源 是靠YouTube嗎 還是這個只是做好玩的 算是做好 我們賺一點點錢 但是我們有其他公司 對 對 還有我們有跑酷場館 所以我們有幾個公司 所以這就是 對 對 我們只是做好玩的 但這個是四次工作 你一集要花五天 你一集要花五天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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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說下層是跑酷 當然是壞人 外國人都是壞人 在中國Russian是好人 算是 對 有點底線吧 那跑酷 跑酷是parkour 對 你怎麼開始parkour這個運動了 我只有在電影上看過 我覺得超帥 可是我都覺得 連那個人 蛋蛋應該都破掉過很多次 之類的 我的開始是很久以前 大概2002左右 很久以前 那時候沒有Google 所以你要做的東西 I hope I don't die 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 一開始就是一個 like a hobby 然後我來台灣的時候 有很多空子 因為是DJ 所以說OK那我可以繼續玩 然後就 One thing led to another 我遇到他 然後我們就開始 我也要在玩跑酷 對 然後我們就把整個 跑酷 台灣跑酷的社區 就是變成到現在的 我有問題 有超多問題 就是我在看國外跑酷的時候 他們 尤其是歐洲 他們就是在不同的屋頂上面 跳來跳去 台灣沒有這個屋頂 台灣的屋頂都鐵皮 like where do you run 對 so for us 因為第一個是 台灣的大樓真的很大很高 對 這麼說英國它沒有那麼高 而且 就是那個社會有一點不一樣的 對 所以在台灣幾乎都是公園 有一些沒有很多traffic foot traffic 不然你就會被 你會撞到人 所以我們幾乎都是在 可能大人森林公園邊 還是一些 就是大樓 but maybe it's like很後面 但是你去二樓 二樓那些 我覺得先不要 因為 要做風險評估 如果被穿賽 然後明天還有辦法上班 對啊 因為國外 我覺得他們很多就是跳屋頂 然後第一是他們的屋頂 可能像你說比較低 然後再來是 地上他們大部分是草地 對 台灣地上就是水泥地 頂掉下來會居居的 before you die 是安捏啦 所以我們沒有 我們會接觸地層的 OK 所以沒有受過什麼很嚴重的傷嗎 閃到腰 閃到腰 就是很多很恐怖的 我就 oh shit 看起來很危險 很危險 這很精采 我很喜歡看 屁股 剛門會說一下 這很爽 屁股會夾起來的看 那你做什麼 那你做什麼最極端的 你做什麼 對我 對我 當有預算 我會做什麼 以前我拍 在西門町 我拍一部電影叫 七層 108 然後我們在那個 武昌街 只是蟲 就是蟲 然後我們在那個 武昌街 就是蟲 大概一層樓 沒有碗 後來發現 他們都沒有 permit 台灣沒有 permit 對沒有 permit 那是以後 這個跟就是 like jump over a car 那兩個是最危險 但是有前段 那時候不是要擔心 我在做違法的東西 因為有預算 有鏡頭 有很多東西就是 like support 對 but yeah 那我就是 哇你一個後空分 跟我要後空分三圈 才算正確的 對 oh gosh 那你因為parkour 然後有機會去中國拍那部 戰狼電影 對 因為剛剛我們一開始在聊 你說 there's a lot of story oh man 我覺得我們這個 對 那我就先把我們的那個 訪告 因為 I want to hear the stories 就是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請大家google 戰狼那個電影 戰狼基本上是帶起 中國的那種 愛國風的電影的始祖 而且 票房之高 like 800 million or something 就賺超多超多錢 然後 有很多序局 我記得有戰狼2 戰狼3之類的 然後讓吳京奠定了他現在 在演藝圈大佬的基礎 因為之前他基本上就是 港片裡面跑的小弟 或壞人 right 我想先了解的是 你怎麼get involved with戰狼 ok 不小心 我本來 你 remember craigslist 我知道 craigslist ok那時候我是音樂製作人 是做那個就是廣告跟偽電影的背景音樂 然後我在找一些case like craigslist 就是 trolling like looking for case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個案子說 我們要找一個音效設計師跟音樂製作 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動作片的電影 I'm craigslist I'm craigslist I'm craigslist 他們為什麼這種東西會放在craigslist That's the first red flag And I guess suitable should be a red flag So 我回他們說 就說給他們我的資料 說我是吧吧吧 然後去google 他就是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It's not like john smith So now it ain't got a yambe 其實有一點 對於來說是 like if you type it into google There's only one So他們受訊 然後發現 就是找很多那些 我有做跑酷的影片 也是有拍過廣告 所以他回我說 我們覺得你的音樂很棒 但是我發現 你也是會跑酷 這個動作片 其實我們要就是找一個 一團隊的外國人可以來參加 會有跑酷的舞式那些 然後說 是嗎 好 然後他後來說 有兩個角色 就是兩個主角 第一個是舞金 那時候我說 OK 我都不知道是誰 然後第二個是 Scott Atkins Scott Atkins 因為我是從武術的背景 所以Scott Atkins 所以是超級屌的動作片演員 So I was like Oh shit Scott Atkins Side me up You don't even have to pay me I'll go 當然他們有 pay 但是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 Fast forward 三個月之後 I'm on a plane to 南京 後來那個什麼劇本的script was just like Oh 你是演那個Driver 然後 你是做這個這個這個 但是我們沒有完整的script 我們只知道我們的角色是幹嘛的 So we don't know 是 war film There's others 英國人也加拿大人 有幾個人也在 我們也都不知道是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電影 我們知道是動作片 的Scott Atkins 你懂嗎 所以我們到時候 It's like we see like PLA army suits We see some military stuff 那個不是在拍的時候 他們是在eskort 我們 到飯店到任何的那個現場 It's like a whole military caravan eskorting us 拍電影的時候 有軍人在你們旁邊 算是 對 把你們保護著之類的 Why 正常電影不會這樣子啊 因為 那時候我們 應該是我們五個 我們在聊 這個是 是不是一個 warfare movie 因為我們第一個鏡頭 是在 南京的那個 Forest 所以我們去的時候 You see like all these military vehicles And we're like Oh shit This is like a legit like war movie 超屌的 很酷很酷 自身機都飛過來 Oh god This is a war movie But we didn't know That like All those motherfuckers Oh 對不起 OK You already curse so much If you Curse out Oh can I curse you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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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 didn't ask for us She didn't ask for us Do it But we were like Oh They're all real They're all real soldiers So then when we started to ask questions Hey This movie 到底是 什麼主題 What are we doing What are we doing And we're the handler He's a Canadian Chinese He's kind of the one who 就是跟我們溝通 He's like Oh this is a war film And 你們算是國外的側走不對 And then Wu Jing is like the good guy Right And you guys are like coming to China To kidnap this guy And there's a virus And we were like OK OK 沒關係 So we're the bad guys 我們在國外 OK 在美國外國 也是 bad guy OK we get it But we didn't know It was gonna be like 那種 Patriotic Yeah we had no idea We were just like We get to be in a movie with Scott Atkins 超屌的 但如果你就算知道是Patriotic 那個時候應該也不care吧 反正就是電影 對我來說 那時候 我只覺得 OK It's a war film OK 外國人是 bad guy OK I get it But我都不知道 我們在每個禮拜 We start to get deeper and deeper We start to look into the script And the things they want us to say And it was like There's even one line 我看那個 Wu Jing的那個表 然後我要 A Chinese guy Really And I was like 蛤 So it's like Hey My spider It's tink What's going on You know what I mean 真的 真的 這超怪的 對 因為他們這種 script 一看就知道說 They're demonizing The foreigners pretty much 而且是很明顯的 讓你講一些很歧視的話 那有沒有 你會 Got to the point You feel really uncomfortable 還是也還好 It was probably 當我們有一天 我們在吃飯 然後我們 因為我們算是 主角 所以我們有自己的table 但那其他人 那些crew 他們在旁邊吃 我們是在講 我們從哪裡來的 我是說 因為那時候我不是從美國 是從台灣飛過來 所以說我是從台灣 喔台灣 喔台灣沒有去過 很好吧 對 那你覺得台灣跟中國 有什麼差別呢 幹嘛要騙你 開始了 可是 OK 不過 我覺得 我明白他們的 是他們的 Icebreaker 還好 那時候 對我來說算是五隻 因為我都不知道 那個政治問題 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要記 這是我第一次去中國 而且那時候是2013年 那時候 習近平還沒有 弄成像現在這個樣子 對 所以他才剛上任 沒多久 但你可以看到證據 因為 當他問我那句話 我就說 其實 有食物有差 然後我問有差 因為不同的國家 對吧 然後我講那句話 不同國家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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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我沒有要講 我只是在 Matter of fact 我只是說 是不同的國家 然後我講那句話 那是更危險 比跑酷 你知道嗎 對 那時候應該整個 整個set就突然安靜了吧 不是安靜而已 因為你要記得旁邊 他們是真是軍人 喔喔糟糕 所以我們在聊的時候 我們在聊的時候 是大概 六個人在聊 然後六個人變成是二個人 他們就慢慢移過來說 你說什麼國家呢 你說台灣是國家嗎 他說 對啊 他們是用prop gun還是real gun 我們都要用real guns 但他們都是用廢話 然後我就說 所以如果我開 我也沒辦法 所以在那時候 那時候 就覺得 喔糟糕 他們很敏感 超敏感的 對 他們覺得你害到他們 他們聽到 骯髒的東西 他們回去會被處罰 從那一天之後 喔糟糕 真的 糟糕 我去飯店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 飯店裡面的東西 How do you say that It almost looked like things have been moved Oh they were supposed to be You feel like they went inside I thought 我沒有證明 I'm just saying I put my laptop i put my laptop with all my porn hub on this side and when I came back the porn hub laptop was on that side 你懂我意思嗎 So 我是覺得很怪 But 對 很多事情發生 也是有一次 我跟吳京吵架 蛤? 你跟吳京吵架? 對 Why? Statute of limitation 我現在可以說吧 有過十年了嗎 過吧 你們是千幾年 現在二零二二九年 我不知道你們是千十年還是五年 四十年 四十年 So 我就說 We didn't get along 好 We didn't get along 好吧 我們明年再找那一次 你們見到幾日可以看一下嗎 靠 我們再差三個月而已 Chinese guy So you made it when you said it OK Alright 他沒有講清笑 我猜 差一點啊 他沒有問啊 可以講清笑嗎 然後我說我沒辦法 因為我中文其實沒有那麼不標準 不好意思 你說重慶嗎? 重慶重慶 很會裝傻 Oh man 那個整個experience 那三 差不多四個月 四個月 It was fun for the first maybe 兩個月 後面兩個月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要回台灣 所以真的你覺得那句話改變了整個 atmosphere 我認為 Obviously that's my side of the story Right How many got home on this side But at the end They still owe me money 到現在還沒有付完 就對了 對我來說 有少錢 對 所以對你來說那是一個很不爽的經驗 蠻不爽 但是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like Well You know it was your decision 對吧 所以 it's like Okay you live and you learn 這是一個經驗 But以後我 was like Yeah I'm never going back to there to ever work again Ever Ever I was like No Let's that serious 靠 因為我總覺得說那時候 如果你是外國人在中國拍電影 我們就想說應該有賺到錢 為什麼不久在中國 對 應該會吃香喝辣橫得走 然後中國美亞就跑過來貼你這樣子 對我來說 他們對我好 人對我好 人對我好 沒有 妹子 妹子 漂亮妹子 有天約 不好意思 有天約 Contract stipulation 沒有 My experience there was good like the people were nice but it was just 幾個人 一群的 對 對 OK Oh wow that's too bad 因為我們就是看到那些 就是 MDB啊 那些 Track Gregor 就覺得 Oh wow like You could've You know 在那邊繼續發展下去 就是我們就會超好奇 What happened But now we know Yeah it wasn't that 我本來沒有興趣去中國演戲啊 我完全沒有 我本來要找音樂的case而已 It was like 因為有 算是我的like My Idol Skot Atkins 我去 然後 以後 都有其他的機會 先不要 You know the case maybe 但是 以後就是有好萊塢的那個機會 做去好萊塢拍 但是 關於就是在 中國拍戲 先不要 先不要 對 Oh wow 那我們先就回來聊 Sorry 整個跑走了 超酷的 It's really cool experience It's a cool story 那 那個我們拉回來講那個 政治正確左派的事情好了 你想要講這個 對啊怎麼了 還是你想講別的 沒有都可以啊 因為太多可以講 你要想要先講blackface 還是你想要 Oh my god 還是你要講政治正確 你還是要講 都可以啊 那個stand up comedy 那你先好了 那blackface好了 好 blackface Too easy Too easy Too easy 我們之前大概兩年前 因為我跟他吵架 我跟他在節目上吵架 就吵起來 就是cos co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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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些 因為為了模仿 然後有一些 也不是模仿黑人 是某一個character 他皮膚是黑的 然後 就是台灣的團隊 然後可能 到國際市場的時候 然後就被罵之類的 細節有點忘記了 那我就覺得說 可是那個是cosplay 所以我覺得那個 meaning有一點不一樣 對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可是blackface is blackface blackface is wrong 但 我就覺得可是那個intention 跟原始的blackface很不一樣 那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在節目上 就討論 然後沒有一個 其實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然後我們就這樣在那 然後那一集所有聽眾都說 好尷尬好尷尬 好尷尬 你們和好了嗎 你們和好了嗎 對啊 我好奇就是cosplay 看地區啊 看地區啊 在美國 在幾個地方 歷史很黑暗 所以大家很敏感 所以應該不要做 但我們遇到那個 就是那時候 我們有一群人 就是為了要拍什麼 face match 現模 廣告 他們去塗黑 然後拍那個 黑人材棺 對嗎 但是之前有人跟他們說 欸你說這個 可能會有fall out 因為現在剛好那個時候那個什麼 湯得賽 什麼得 那個 湯得賽 湯得賽 對 他就說台灣欺負我 一直叫我問你一個什麼什麼 之類的 所以我就是 欸現在應該不要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 美國是在瞄準 大家就是在看台灣 因為那件事情 還有其他的事情 所以我就是 Timing maybe沒有那麼好 所以 maybe你先等 但是他們還願意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跟他們講 是欸 你可能不知道 maybe你不知道 但是 因為大家在看台灣 it looks bad for Taiwan even though不是台灣的話 你要說台灣突然是你的事啊 因為 but 因為美國跟台灣的relationship 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 他們有一點點的原因 覺得 我們要去 we want to defend these people 因為我的歌 我的歌是Marine 在附近準備事情 所以他還是覺得 hey I'm black too yo what am I fighting for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for me it's like okay 每個人的歷史不一樣 and everyone has their intention right intent is很重要 but for that particular situation it was like 時機很重要 在太敏感的時機 就稍微避一下 avoid the risk 對 那這樣子的話 那最近其實也是 Pelosi來了以後 現在台灣的 狀況也就是 也超敏感 所以就變得很難抓 因為台灣 永遠都是很敏感的時機啊 又有BLM 對 從Pelosi來之後 我覺得至少會敏感五年吧 is there a statue of limitation that'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that's a good question yeah 就是 我知道 因為台灣人 從那次事件之後 大家都知道 blackface 對美國黑人的重要性 的影響 還有the dark past 可是變成說 台灣的cosplay全會說 but我們只是想要 pay tribute to the character or we love the character so much 他變成說這超難 因為intent 我們都知道 可是在外面看的人 不知道你的intent是什麼 然後又加上 我們的語言又不一樣 對 so that's the hardest part to communicate 這好難喔 所以沒有ok 那如果 我也是一個 假設我玩cosplay 然後我為了 我想要學那個主角 他浮成黑 然後我就一直去曬 一直去get suntan 然後一直曬 盡量曬成那樣 然後再生一號 可以嗎 你問我 我是黑人代理人嗎 那就是你的看法 所以就會變得 你很沒有一個界線啊 對不對 我認為 if you want to do it 是你的事 but also the consequence that come with it is like okay 加油 hope you know how to run fast 我個人的是 like there's not a monopoly on what you can and can't do 每個人有他們的底線 for me I'm a little bit different maybe because我的經年不一樣 我有住過國外 so I know everybody has like different culture 不同文化 so for me it's like okay you do it 是你的事啊 but if something happens 你不能說 我不知道 因為有人跟你說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okay沒關係 but you just need to think of what will happen after yeah yeah if you know the limit and you want to test it then there are the consequences yourself 對我來說 yeah but so 你要思考做這個事 沒有當然我沒有啊 因爲我們接下來會邀請一個 在cosplay圈裡面 嗯 的 算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 他們很想要討論這個議題 嗯 因爲對他們來說 他們的intent是這麼的 pure love 他們覺得他們來說是love of the character 才會做 對 日本他們也是這樣做嘛 在那個hellojuku 他們有整個我畫是 對啊 他們 他們超 真的超黑的 哈哈哈哈 眼睛超白 109辣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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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technically 是brown face 我覺得已經接近到 quite black face 差不多啊 他們真的圖很黑 但是你們台灣不是一個 一個角色 包青天 對 對 right so you already have that in your culture 如果你要 對我們那幾百年宋朝吧 但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就是 因爲 沒辦法 因爲西方國家 they have darker history 所以很多時候大家會習慣 在學習進步觀念的時候 會以西方國家為主 所以這也是你做那些 政治正確的影片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來源嘛 就當大家就是 very woke 的時候 when it's too woke when it's too woke 兩杯咖啡 對啊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 你剛剛說 你剛剛講其實是每個人標準都不一樣 對不對 然後you bear the consequence 可是當有一些事情 你一踩到 然後這些人就cancel 你的conference becomes too huge 這時候怎麼辦 你會不會覺得不符合比例原則 對 不符合比例原則 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時候 好麻煩喔 我覺得很麻煩 我懂為什麼 但是 it doesn't make it right it's like ok we get it 有很大群的人是被欺負 有被歧視 然後我們現在找到平衡 but you go to the other side to the extreme and it's like man and 你這樣子的話 那另外一邊就更討厭你啊 因為你已經超過極限 so it's like where do we find the balance and 我看美國 都說 台灣 那你們 加油 小心點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 根本沒有辦法find balance 因為本來就在 social movement裡面 每一個位置都要有人 and they all serve different purposes 所以很激進的人 當然 現在你覺得 oh 我比較 moderate 我覺得激進的人太激進 but 他們很激進 所以他們 wake up a lot of people 對 那所以 這樣你會怎麼看 I know there's no right answer I know there's no right answer It's If I knew the answer I'd be a politician I don't think they have any answer 你有什麼想法 你有什麼想法 因為這個議題其實很有趣 我想很久欸 對啊 就是每一個 任何社會運動 都有一定有一群人 走在最極端那邊 可是 不是說他們不好 可是因為他們絕對會帶動 後面很多的人一起 往前走 才會進步一點點 可是往前進的時候 後面的人會不會覺得說 那群人太極端了 可是沒有那群人 整個東西搞不好不會動 那到底怎麼辦 這群人到底 一起開始動了以後 這群人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到最後會這樣子來檢討這些人 but they are the one who push everything forward 對 可是不一定是那群人 就是 可能他們 他們比較會吸引眼球 所以 其實 就是用別的方式 像David Chappelle這種方式 欸 David Chappelle 對啊 他也是用 他也不極端啊 但是他也喚醒很多人 所以其實你可以把憤怒變成 就是開玩笑啊 然後用喜劇的方式 像你們這樣子啊 用喜劇的方式啊 Stand on comedy的方式啊 去讓更多人去笑著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生氣的做這件事情 沒露臉就是都沒在管的 I say whatever I want I don't fucking care 索納別人的抗生 索納是國人大會這樣很好的 他說的有料啊 因為 所以也是 就是 comedy is a good way to talk about real issues but without the whole like too much PC 我們要講real shit 但是會讓你好笑啊 會讓你開心啊 對 對 但是David Chappelle 雖然我也很愛看他的東西 但有一個問題確實是 因為大家覺得 他太多人在看了嘛 對不對 He became really powerful 那他當然 他的intent可能是好的 他覺得我 我講trans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他們 我跟其中一個成為我的好partner 所以雖然他注釋了 但是我希望 我把他當作一個平等的人 我可以正常開玩笑 Just like any other people 可是 對有一些minority 就是很多人 他們還在社會上被歧視的時候 他的這些笑話 會被一些有心人拿來 當然 作為其他的歧視 對 那對這些人 你可以說 你可以把他變成笑話fight back 但是其實是蠻難的 我覺得 context蠻重要 因為不管是 Dave Chappelle 還是你還是任何的人 你 我沒有其實聊過這件事情 就是當你 When you click on Dave Chappelle's face 或你進去一個 comedy club 你已經同意 欸 everybody's everything goes right? in that context 那當然 如果我去拍你的笑話 然後給我的朋友 他沒有參加 但是 是 是 I'm showing him the video you weren't he didn't show up to your performance but in that context where you were is intent you were making a joke and everyone in the room has agreed that hey anything's on limits my skin color my eyes my bald head is all on the table in the name of comedy 所以我覺得這個必須要 protect because that's how 對我來說 that's how you move forward is to be able to talk about things and maybe 不是每次要很嚴肅 要用一些笑話的方式 讓人家可以接受 可以思考 可以想 所以你其實蠻喜歡 stand up 這個表演 超喜歡 那你覺得台灣 有機會發展嗎? 有機會啊 你們算是 I look at Taiwan is like where we were maybe 40 50 years ago you guys are trying to figure shit out 其實是 其實是 其實是這樣子 we're really new 可是因為台灣很微妙 其實台灣以前有一個是 歌聽秀的文化 朱格亮 對 他那時候其實就有一點點 台灣本土的stand up的感覺 在裡面 因為他常常會開玩笑 可是那個文化突然就斷掉了 又遠離嗎? 是美人 就是歌聽秀的文化 就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突然沒有了 可能那時候 大家突然轉成看綜藝節目 什麼小S啊 那種的節目 然後突然到這幾年 就是博恩把整個東西又變很紅 然後又回來 開始才做這個 但我覺得那個form 是完全不一樣 是不一樣form 台灣現在發展stand up 完全就是copy美國的 那是一個很獨特的表演形式 我覺得還是不太一樣 而且就是 就像你講的啊 就是很愛真邊實事 有自己的perspective 然後大家很習慣把 一個comedian在台上講什麼 就覺得kind of like is that your perspective? 就會有這種結合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台灣 我們就是很 很peaceful 然後大家其實不喜歡 彼此有一種爭鋒相對 或是offensive的感覺 所以大家對於這種美國 很風格強烈的表演形式 其實是蠻排斥的 那有辦法 你可以找到平衡啊 我覺得如果你可以 it's like ok you have 美國的文化 有台灣的文化 找到一個 就是一個 中間 it's like ok how much shit talk can you take?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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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覺得你們算是 關於我們說comedy 算是年輕啊 因為我們以前是 我們一開始做跑酷 很多人就反對 我們說這個很危險 很誇張 你說你要開個課 教小朋友神經病了 那很多家人在排隊說 我們可以來體驗嗎 我的小朋友 他們真的想體驗 還是想要你教英文 你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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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現在沒那麼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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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人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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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不知道他認為 我去跟 1977 että university 他沒有那種課程啊 有嗎 有嗎 要我們跑酷包裝的英文課 арiam 沒有說 這些 mon i make 我的最大的金錢是 跑酷忍者槍戰 帶忍者一讓那個NRF槍射人家 但整個想法是 在開始時 很多人反對我們 他們說這是反對社會組的 很危險 但現在的年代 他們看到它其實有價值 讓小朋友可以訓練他們的身體 讓他們自己做風險評估 怎麼用腦袋去解決問題 所以我覺得 我一開始可能會沒有人聽到 可能會覺得這很奇怪 但你會做得更多 人們會開始明白 我會慢慢熟悉 你會知道怎麼把它 I don't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Sorry 你會做得更多 你會找方法去做合你的文化 和成為文化的文化 要時間 要有耐心 你在台灣這麼久 然後你這樣子往回看美國 越來越PC的文化 你有看到它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嗎 那時候你有感覺到 他們 會不會是對 Stand-up comedy的意思 我超好奇 你在國外看美國的時候 你心裡到底是 我其實最近 我都覺得你們在幹嘛 我每次回去 我都覺得 I get a little bit 有點緊張 回去 我可以講這個嗎 因為本來德州是很保守的地方 現在是很開放 所以你以前的朋友都變得超woke 其實我的朋友 因為我的朋友很多是 就是part of LGBTQ community 所以甚至在那裡 他們會覺得 尤其是太過分 他們會講什麼 你會覺得 哇 I cannot speak for them but I can't speak for them 我都能分享 他們的想法 是 We just wanna be treated fair all this other stuff 先不要 We just want fairness Just treat us like a normal human being That's it Everything else 我們覺得有一點 有點過分 連他們都會覺得 現在的 movement 有點太糟 我們知道你們可能覺得 你在做 就是對的事情 OK 但是 就是 What's that from the movie like you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yourself become the villain 那不定 It's getting to that point It's like Yo you're not the hero anymore 要小心 所以我覺得 That's why I think We all need to sit down and talk You need to be able to have a conversation 所以這樣我們可以理解 你的intent是什麼 你的想法是什麼 這樣可以找到 How is that You can find a balance You can find a common ground 我覺得蠻重要的 對啊 那你自己有看到台灣哪些點 那你覺得說 台灣好像也開始越來越PC了嗎 最近兩三年 人家跟我聊天 他們會說 I really like 你們 你們 腐色 你們 像你們那樣子 是 的 是 小 respect你 可是又開始是自己 I'm just like I'm like 黑人嗎 之前不是這樣子 So I see it's like OK I know you wanna respect but like 真的嗎 I mean we're learning We're learning He's like OK 黑人這個字 OK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It's like intent Right It's like 台灣人 It's like Hey 你是一個台灣人 Oh 台灣人 It's the same word But the way I say it And the way I use it Displays how I feel about you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 intent 但是 Some people are sensitive 那你有預告什麼講什麼你是真的覺得有點不舒服的 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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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呃 蠻多所以我說 隨便舉一個 OK 我第一次進來 Oh 第二次第二次我進來台灣要找一個地方住 然後我有準備就是 like housing 然後我到時候我敲門 然後阿姨就開門 然後關 開門然後關進來 馬上 沒幾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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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wow 方東 對是方東 然後 我就在敲門 然後她就是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door She's like She says she's like No black ghost And I was like Black ghost 我不太懂 她用英文講 英文 因為我走在網路跟她溝通是用英文 因為我不會中文的那時候 So I was like I was like 我也根本不懂 Black ghost 什麼東西 So I was like 蛤? She's like No black ghost 那時候 我也 也不太懂 什麼 No black ghost No black people No I was like 那我的 牙齊嗎 我的眼睛 I was my security deposit Right 然後我回去 那時候我的女朋友都跟我解釋 就是這件事情 I was like 原來 Oh that's bad So I was like Well at least she's direct about it Now I know Right Now you know So 這個有發生 然後dating 那時候我單身的時候也是 其實我蠻喜歡 人直接 所以 這是我 我特別喜歡台灣女生 因為她都很直接跟你說 欸 你太短 欸 你太矮 No black guys No bald guys No black guys No black guys Oh word OK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然後下一位就過去了 你說在網路上直接這樣講 也是面對面在夜店 因為也是DJ 喔 真的會直接 哇 有這麼直 但是 對我來說 Good because I don't want to waste my time Efficiency Efficiency很重要啊 好酷喔 我都不知道台灣的夜店文化是這樣子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出去跑跳 我們是老人在那邊講 你想什麼 20年前 可是你來台灣當DJ的時候 大概是哪幾年的事情 從一開始到現在 對 因為我來台灣的原因是因為 我在做巡迴 然後我認識兩個朋友是台灣人 他們幫我接一個 就是DJ tour in Taiwan And I spent two weeks And that was how I learned about Taiwan in the place 那時候 I was like OK I wanna leave and try to Live somewhere else 我都覺得台灣不錯 對 Oh cool 當然 現在不一樣 But I prefer that time because 比較有效率啊 At least I know I'm not wasting my time 你說現在大家很PC 反而不會直接告訴你嗎 And I was like 以後 I was like 當我在Uber上是不好意思 No black guys 那你覺得剛剛 就是除了那些很直接的以外 你覺得大家有變得比較懂得尊重 我們也看到比較多不同種族啊 黑人大家也常看到啊 也很多人認識你 會不會比較懂得尊重彼此 有沒有進步啦 我覺得有進步 但是我還是說 我剛剛跟你講一個story 那個IE OK we can say maybe it's走路歧視 But 女生 那個紀念 對我來說是preference It's like some people like tall people some people like short people some people like rich some people like poor It's a preference And 如果你喜歡 一種的風格 一種的調 對我來說不代表你是什麼種族歧視 That's your preference That's what you like That's what you respond to And 也是說 其他的東西 我認為其他就是誤會 文化不一樣 所以比如說 我們講那個黑人的那個東西 所以那個黑人 It's like OK 你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那what You can say 光頭 But 光頭跟黑人哪一個比較明顯 你懂了嗎 So it's 對我來說 intent不是 我要欺負這個人 我不是用這個人開玩笑 I don't know your name and you're black So 黑人 But要有平衡 所以我覺得 台灣是慢慢熟悉 也是慢慢就是 進步 and learning like the differences But我也是覺得 我們外國人也是要熟悉台灣的文化 熟悉其他人的文化 是說 我知道你的國家的歷史很黑暗 但是我們的國家不是啊 所以 Let's find a balance so we can 就是好好溝通 其實我看你那個 最近這個什麼 政治正確系列的影片 有一些東西讓我真的超驚訝 就是 第一個學校是哪一個 University of Portland 然後 那個我想說 學生居然就這樣子 在樓上直接罵教授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有一個教授 他就是在做一個 thought experiment 就是讓大家就是把自己的 argument 講出來好好講 然後說為什麼會這樣講 他想要討論性別這件事情 然後就是任何東西其實 他的意思是 任何東西都是可以拿出來做討論的 不管是性別意識 什麼財產政治 什麼都可以討論 只是他那天拿著一個板子上面寫說 世界上只有兩個性別而已 然後就 Do you agree or not 就是讓大家在現場 站位 對對對 然後 有人很遠的地方 那直接看到那個教授 就直接罵他 嗯 直接在樓上說fuck you之類的 嗯 本來就是罵髒話 然後後來那大學還想想辦法 就把他fire掉了 然後 我看到那個 我先是覺得 Oh wow that's so fucked up 然後你的 第三個影片是直接那個 有 有學生把教授圍起來 然後在那邊罵他 oh yeah 對 我看得很痛苦 我看得很痛苦 How did it go this far I understand where they're coming from I do too Yeah 我剛開始 我在Berkeley唸書的時候 你剛開始學到很多你要懂得尊重 然後不同人的處境的時候 我一定也曾經這樣過 對啊 剛醒的時候大家不都叫嗎 剛醒的時候 剛醒的時候 我剛醒的時候 Oh my god Let me correct this 你會希望 就是在上位的人 因為你大學生你什麼都沒有嘛 你會希望在上位的人 可以more inclusive 然後more understanding 然後盡量不要傷害到任何一個族群的人 所以我明白 我超懂的 可是為什麼 要對一個就是 那個教授感覺起來 就沒有 malintention 為什麼要這樣子對他 我整個看了就覺得 是education system 美國的education system 又是留下一個很長的episode 這是我們 完全問Digging 是為什麼 我都一直問為什麼 因為是工程部的背景 他也是project manager 的背景 所以我們總是問為什麼 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 所以我們Dig 原來是這樣子 原來是 the education system 沒有人在關好啊 沒有人在關好啊 好 是這樣子 照理說 在美國的教育 應該是非常強調 critical thinking 所以你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也是critical thinking 你為什麼會支持某些議題 哪些議題讓你不舒服 應該是可以拿出來 討論的 因為台灣 至少我們這邊台灣 在講到美國教育的時候 都是說 鼓勵獨立思考 鼓勵你去找為什麼 然後跟台灣比起來 台灣就是講一套做一個 然後就講那樣子 你只能背那樣子 你不能答出 課本之外的答案 我們來問蛇編 蛇編你有看那影片嗎 那個政治正確的影片 有啊 有那你覺得 在你念書的時候 有沒有台灣的大學的風氣 會不會也像這樣 就是 比較進步比較左 然後會覺得 為什麼不道歉 為什麼要冒犯哪些人 不會 我們都很聽教授的話 哦好吧 那是另一個人 也不應該這麼聽教授的話 也不應該這麼聽教授的話 我們超 我們就是分數主義 只要分數給我好看一點就好 哦 boring 媽 所以都都不好 哈哈哈哈 What's going on 我看到那個影片上 有講到學生們會覺得 教授有些地方講的 會讓某些族群受傷 然後希望教授道歉 嗯 這件事情 大家好 好希望 教授道歉 嗯 因為這個我們有被要求過 就是 大家覺得你哪些事情 做得不夠PC 不夠完美 大家覺得很希望你們 道歉 對 網路上整天就是 以前 以前我們會覺得 欸可以啊 覺得哪裡沒做好就道歉 我大概五年前會覺得OK 嗯 我現在我就覺得Fuck you 我覺得 I do what I think is right and I don't feel sorry 嗯 I feel sorry that you feel offended but that's it 所以我們就死不道歉 跟我們一樣 你們有這樣的 有人要求你們道歉嗎 哦當然啊 我們的粉絲啊 還說我們粉絲嗎 還是 我送粉絲 觀眾跟粉絲是不一樣的 其實沒有人要求我們說sorry 我們就說 對不起我們的想法跟你不一樣 對不起你被傷害到 但是 We still believe what we believe 所以就這樣 那就是Orupal 那不是我們錯 那不是我們錯 我們完全跟你不同的想法 可能我們說你應該是這樣子 可能你覺得是錯的 但是我們覺得就是這樣子啊 所以就不同的想法都這樣啊 哪一個議題他們反應最大 你覺得 你做這麼多 men should protect women men should protect women 這個超有趣的 好我們先聊andrew take 好 可不可以請你跟大家講一下andrew take 是怎麼樣的人 我先休息一下 我們中間沒有休息了 好休息休息兩分鐘 要不要幫你加水 好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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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那是我的 but they didn't have they didn't know what to do oh gosh 那很誇張 超好笑 這個超好笑耶 那個就是要假裝你還在那 因為你在 you're in the jungle you're nanjing inside what are you gonna find a black guy what are you gonna do 夏日來臨 油脂過度分泌 別讓豆豆成為臉上和後背常客 用戰豆瓶 acno 敏感肌抗豆精華 溫和高效調理豆豆 重現健康好肌膚 與最了解肌膚的專家 皮膚科醫師共同開發 無添加香精 酒精讓您安心使用 比費一瓶五百元有沼 還有365天滿意保證 無感就無條件退費 到BFACT官網輸入 I believe 可想免運與滿一千二折百 BFACT BFFECT 好肌膚精華研究室 好我們回來了 這邊我們聊一下 Andrew Tay這個人 因為我一直叫凱莉 做一個那個人物放大鏡 來講Andrew Tay 可是她就 好像沒有吧 這禮拜好像要講 真的嗎 好 不過我們那個可以請索娜 跟我們分享一下 Andrew Tay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他是怎麼樣一個人 OK 所以因為我們本來要做一集 就是 talk about him 所以我其實做蠻多研究 對不起 那我讓你 我簡單說 我就說 他的背景是一個混血兒 他是黑人的白人 就是混血兒 然後他是一個 世界球賽獲勝 四次 踢拳的世界冠軍 然後他爸也是以前在CIA 那也是Chess的冠軍 算是蠻屌的 就西洋棋冠軍 對 然後他賺錢的方式是 沒有OnlyFans的時候 他看到自己的類似OnlyFans賺很多錢 然後以後就開始賣他的課程 就是網路課程 那因為他要推他的課程 他就在IG跟YT 就是在耍帥 然後講一些 就是故意講一些 就是很誇張的 比如說 Women are not great drivers 或Women belong at the home Cooking cooking dinner 那類似的事情 他算是一個Troll 對我來說 他故意 因為他知道 如果按這個點 對 然後就很多人會去 就是去瞄準他 然後 可以賣課程 因為他課程都是 大部分是在教男生怎麼把妹 很多之類的 其實他有16個方式 他有16個方式 一個是把妹 一個是賺錢 一個是怎麼開你自己的 Business 一個是Affiliate Marketing 他們很多種 那個是Hustlers University 然後他的Target 一開始是大概21到25歲的男生 然後當他往 不是他 是其他人往TikTok 在偷他的東西 因為TikTok在美國幾乎都是小朋友用的 所以他們也不懂 context 他們都回家跟媽媽說 You should be cooking me dinner 他跟老師說 為什麼你是在跟我教書 你應該在家裡幫我煮飯 因為女生就是這樣子 他們是這麼誇張的 so that's where people were like Get him 因為Andrew Tate 後來的下場是 他直接被Meta Meta的話 就是Facebook跟Instagram 直接Band掉 然後他在YouTube也被Band掉 然後他說嚴重到 他連Bank account都被關掉 然後Email不能用 Uber也不能用 所以他就整個人生就會突然斷掉 然後他就覺得說 What the fuck 你們這樣整個是Cancel my identity in the world 這種感覺 他整個人被Cancel掉了 不過現在的所有的Media上面 就是 At the same time 他被Cancel掉的時候 又開始有很多Campaigns 說Andrew Tate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讓Andrew Tate沒有一個地方可以正確的 把他真正的想法給講出來 所以這樣他就變成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樣 讓他知道我真正的我是怎麼樣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這樣 不過根據報導好像有講說 現在有一個組織 叫什麼P條課大學 Hustlers University 對對對 然後就說只要你粉絲註冊會員 轉發Andrew Tate的影片 就可以賺取佣金 然後這樣他的影片 就還可以留在網路上 用這種方式 對他本來他爆紅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 就是如果你加入Hustlers University之後 最快的方式賺錢 是Polline影片 你Clip and then put in affiliate marketing 像Amazon跟其他的網站一樣 對 然後就有效果 對啊就是可以賺一點點錢 可能每個東西賺幾塊賺幾塊 但是他沒有把它拿掉 所以現在就剩下其他的方式 但是對我來說他就是 因為我有去買 我很好奇 我們本來做一集 所以我去看 到底裡面有什麼東西的 所以真的有買 那一集他的課多少錢 他的課是 每個月是50塊美金 對吧 然後 然後 they have discord server 這很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很偷懶 不敢去搜尋那些東西 你就不能50塊給你拿到 I pretty much put it all together 就是這樣子 沒有什麼特別東西的 你是選哪一個課 沒有 因為是一套 一整套 對 我就看一下 因為我要研究 所以我就 OK 這都不明顯 那我想如果是20歲 我都不知道幹嘛的 我沒有 我是那種 我都不知道 我的未來是幹嘛 那OK maybe it's useful 但是 他賣的方式 人家都覺得 因為他講很多 很多人覺得不PC 不PC 然後因為 I know那一期 就是XQC 跟那個Andrew Tate XQC算是一個全世界 蠻有名的一個twitch streamer 然後他們在 就是聊 就是 你男生該要保護女生 然後 XQC說為什麼男生要保護女生 為什麼女生不可以保護自己 為什麼女生不可以保護我 然後他們說 如果 你跟女朋友在樓上 然後有一個壞人 like someone breaks into the house who goes downstairs 然後它全部都會 就是 那時候 那個討論開始 誒 你是一個男生 你的責任 就是要保護你的家 要保護女生 所以你必須要下去 你帶你就帶了 但是 你帶你就帶 你帶 他就帶 他就說 那就是遊戲 那就是這樣 XQC的看法是 沒有啊 因為男生女生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他要做 他可能 他用槍比較準 他射比較準 或我們就打電話 問警察 那個比較 那個比較邏輯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做啊 為什麼你說 我必須要去保護女生 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覺得 我們看 大家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對 那為什麼看完 你覺得有一些 你們的觀眾 覺得不太高興 他們不高興的點 是什麼 我認為是 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年代差別 因為我們40歲 所以我們從那裡 甚至我媽媽 她也跟我說 你要保護你的姓 你要保護你的家 你要保護 你要保護 所以這個年代 比較年輕 也是大部分是 在網路做事情 可能 對我來說 在這世界 沒有很多經驗 所以他們的看法 跟我們不一樣 另外一個 是 我覺得是不同的想法 我還是覺得 yes 女生需要保護女生 不是因為女生比較弱 或男生比較厲害 不是資格業力而已 你覺得 阿威 你有什麼想法 Before I keep going 因為你還沒假 你自己覺得呢 大家都想太多了 大家都喜歡邏輯亂用 當我們說男生應該保護女生 所以我們觀眾都說 那你是在說女生很弱 其實我們沒有這樣講 所以大家其實都是 就是 大家只聽到自己想要聽的 他們會去腦補 就是說我們沒有說過的東西 所以這是 我們被攻擊很大的原因 因為當我們說 男人應該保護女人 他們就說 你在說女人是弱者 這個其實就是稻草人 就是 用一個我沒有說過的東西 然後去跟你辯 其實我們沒有這樣子認為 因為他其實有一個context 然後你們在討論 每一個人的觀點不同 然後你們自己有提出一個 你們自己的觀點 自己的觀點 比較像是這樣 對啊 但不同意不是代表 我們不能當朋友啊 但他們的看法是 你不同意不能當朋友 你就是我的敵人 你就是我的敵人 他就是敵人 所以 因為我看到就是 連西蘭都有來留言 喔 這是另外一個事情 西蘭有什麼 西蘭流超長 然後我說 喔哇 西蘭 I think he is a really interesting guy 因為他都會挑一些議題 然後來討論 只是我看到他留言 喔哇 這 he really put a lot of effort in writing that really long passage At least he thought about it 對 就是 he is on the disagree side 我覺得蠻有趣的 不過我覺得很酷的地方是 you always encourage civil arguments civil discussion 在你的那個言論那邊 不然的話 這很重要啊 你知道我有看到 有人拿你們的方式 因為你們其實在影片裡面都會說 我們不是專家 所以如果你們有些不同意見 歡迎在下面告訴我們 然後我們會再補充之類的 就你們都會有個很 humble的態度 在開頭 然後就會有人拿這個攻擊我們 他說你知道為什麼 索娜他們做得很好嗎 因為你們就是太 什麼 沒有他們這種 虛心求救的態度 我想說 我幫你 索娜他們只是講一講 所以 讚態度 他們只是比較假而已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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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覺得台灣社會 其實大家還是喜歡 大家好好講話 然後不要 你知道 該謙虛要謙虛 該怎麼樣去 這沒辦法 這慢慢來啦 就文化不一樣啦 那你對於之前 不是有蠻多 不管是中國人 有一些台灣人也會 他們會付錢 然後到非洲找 我是哪些國家 然後講那句話 寫中文影片 然後什麼 祝誰生日快樂 這種都還算很modest的 有一些比較可怕的 比較可怕 對 我看了其實蠻不舒服的 你看了會不會不舒服 你覺得不舒服嗎 我其實覺得很好 我個人是覺得很好玩的 因為一開始會看到 是因為有一些 比較 他會教他們寫些奇事言論 我看到最糟的那個 我覺得很不舒服 可是有一些就拿著AK-47 然後超壯 然後就說 什麼什麼美女生日快樂 I think it's really cool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其實他們是非洲人跟我沒有關係 所以 說的也是 認真說 如果他們願意做 因為台灣有做過 其實很多亞洲國家有做過 不是只有中國而已 It's like hey they wanna make their money and他們願意去做 那ok 那如果他們不知道 就有問題了 So I feel like it's just if they wanna do it and they're ok with it cool but if it's like 像一些 就是比較 超過不PC 他們是講一些 什麼要說自己是尼格 或什麼這種 對 這種比較可怕的話 但是如果 因為我知道很多非洲的國家 其實他們沒有那種 idea of like racism they don't even know what it is so for them it's like oh ok 所以我覺得 真的是看情況 對啊 那你自己會想要講stand up嗎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 說索納超有趣 he's funny he's interesting That's because I edit all my videos yo I take all the bad parts art and leave the good parts in 我一直以為 你有去講過 因為我看到你上老男孩的直播 阿德說 哇索納之前來台灣 後來我們就一起弄一些 什麼脫口秀什麼的 沒有 That's bullshit 我那時候 我上次來是那個東區的 對 然後之前 去那個吳宗憲 那算是我第一次 真的在 就是在 鏡頭前 除了我的頻道 就是talk shit right 你去吳宗憲的節目 對對 How did that go That was interesting 那個應該沒有簽什麼了吧 那個沒有簽什麼吧 那個凱莉也有去過吳宗憲的節目 對啊我整個大爆炸 你是大爆炸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他們 就不知道在幹嘛 然後又很不尊重女性 然後 給了一堆我覺得莫名其妙的評語 然後再拿那些評語 他們自己做 好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好像去講 一段脫口秀 那其實製作單位 他們已經很努力說 那我們知道脫口秀是現場 所以他們有找那個 觀眾現場觀眾 想說這樣可不可以變得比較 like real stand up 這樣我想ok啊去試試看 就試了之後 因為他們旁邊又找了一些評審 那評審裡面有人是講相聲的 然後可能有沈玉玲 然後吳宗憲自己也有 對那他們為了一些電視傳統的效果 他們覺得說 那個女生講月經 男生其實是會很不舒服的 你有想過嗎 他就這樣跟我講 因為我講一些月經的笑話 然後就說什麼 用衛生棉條做重訓什麼 之類的這種東西 你的flow是要多大 然後用力可能會擠出來 用力擠出來 然後身體要怎麼樣把它塞回去 stop like that 那我自己是蠻喜歡的 當然我那時候沒有那麼經驗 他們可能覺得 啊這個就是不夠優雅 因為傳統上 假設以相聲來說 其實不太喜歡 這麼straight forward的punch line 他們評語這些以後 然後我就開始翻白眼 I was so pissed 然後他們當然 他們當然不會把我的白眼剪進去嘛 然後他們講完 就說這樣不好 這種你知道不舒服 太涩太怎麼樣 不然大家都來搞涩就好啦 笑話只搞涩就好啦 然後接下來他們就自己 一直講很涩的東西 oh man 就男生可以講 就男生可以講 你會慢慢講 就是立刻給我這種感覺 然後我就超級有夠不爽的 哇我也說不爽 但是我覺得YouTube比較好 因為你可以控制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文化 落差很大 因為你很難溝通 他們覺得他們是在做他們的電視效果嘛 嗯 因為他們要賣 他們要賣 他們也習慣那樣的方式 那以前電視也吃這種方式啊 那其實我就覺得可以fine 就是其實 道不合同 撒小 不穩 道不同 差不多 沒念什麼書不好意思 對啊 那你自己經驗是還好嗎 啊我是去一次 那時候他們是請一些YouTuber來講東西 然後我覺得很ok 只是我也自己不知道為什麼在那邊 因為其他人 It's like we didn't really match like it was like 一個人是做一些胡拉圈什麼之類的 胡拉圈啊 女生嗎 對 然後另外一個人 聽就知道是女生 本來這次胡拉圈沒有流量 Maybe you never know 我們去一次胡拉圈的時候 他們那些胡拉圈蠻厲害的 That's an idea 對啊我覺得還好就是 那你那時候是講東西嗎還是 我那時候他們就是 他們有叫你做什麼表演嗎 沒有沒有他們當DJ 然後沒有預算 所以他們 他們就請我 就問我一些問題 就是你怎麼開你的YouTube 然後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我在當DJ的時候 那時候我算是很紅 然後我就是很愛自己 然後我就是很愛自己 我得一名 然後再來個那 I go into the club 有一個粉絲一個女生 然後她穿得很漂亮 然後那個是裙子嗎 一個dress like showing off her Nether regions assets 然後她說我超喜歡你的音樂 然後她有一個口音 她是阿根丁的人 所以她說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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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在看那眼睛 我都沒有在看那眼睛 你剛剛的眼神的角度 已經出來了耶 你很激烈角色耶 你的回憶 對 我想說你這個角度 只會看到Kent的耶 他的也很 我也是用asset啊 我扣子少扣一個好 不合 所以那時候 你就講這些 對 我就跟她講 那你跟吳宗憲應該蠻合的啊 蛤 還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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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覺得 欸為什麼在智利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好幾次 也會想要跟網路的一些 做結合 可是他們習慣做法 跟網路創作者習慣的方式 我覺得 很難 就是很滿 角度蠻不一樣的 最後大家都覺得 耶 就是好像彼此都不適合 嗯 我覺得 那怎麼講 它是像 古世界和新世界 對 一個時代要保持平衡嗎 可以講什麼 like they're trying to hold things together and the new ones 一直往前 所以有點衝突的問題 你不覺得嗎 其實我們 我們自己 有幾次經驗都是這樣 我們每次的合作 最後都是互相比Fuck you pretty much 所以最後就是 給予其他手 Let's fuck up Fuck up 說我在這邊賺錢就好 你不要再鬧我 Limmy and Lone 然後下一次他們來 然後我們就覺得 Yeah maybe 下次來就 錢拿更多過來 說好我們再試著 看能不能合作看看 每一次都比錢一次錢更多 錢都越來越多 然後我們都 然後原本都說 ok let's try 然後到最後都一樣 you always ends like this you always ends like this 那些每一次的Finger都越來越多 OK at least we have understanding So let's start with this That's my bottom line 我覺得這樣搞不好比較清楚 不然他們根本不知道 what they're getting themselves into 你剛剛說 你在台灣當地 可是你也有在亞洲各地有做過 群世界都有 全世界都有 你覺得台灣的夜店文化 跟其他地方的夜店文化 有什麼不一樣 呃 我覺得 在 我說台北 因為 南部比較開放 又不一樣 真的還講 我還沒有去過南部的夜店欸 what 差很多 你說是夜店還是酒店 夜店 夜店 我確認 酒店直接直接 Direct翻譯是Hotel 因為我以前在上海的時候 我去上海夜店 然後有去什麼西班牙的夜店 然後有去過Ibisa的 可是我覺得台北的 我那時候覺得說 台北 is pretty cool It's pretty fun I want to hear the professional's opinion 你怎麼看 看哪一種音樂 If you're doing like a EDM or how do you say pop music like 大部分都很high 對嗎 那如果你要說就是比較 underground 像House Drum & Bass那種 就是比較 underground 那個電子音樂 對我來說 南部比較開放 台北如果你播一首歌 他沒有聽過 他們說 玩手機 但是 太難了 你播什麼歌他們不懂 如果好聽 他們就 啊 就狂 特別說高雄 高雄超high 超級high的 還是他們有一些 比較開放的 補助 的幫忙 的assets 可能 比較熱 我有幾個高雄朋友跟台南朋友說 就是因為他們的那個 industry沒有那麼多 像台北有很多夜店有多酒吧的 industry 他們沒有 他們只是 they're like we're happy you're here 我們只有開心有一個夜店 他們的bar比較low 可能 可能 但我也是覺得 他們就是 I don't know 他們就是比較開放 他們比較想 想要聽 他們沒有聽過的東西 對啊 然後如果你說國外 因為國外也是很多選擇 所以他們的bar比較high 如果你翻一首歌 他們有聽過 那是他小 不是幾分鐘前 就聽過那首歌嗎 為什麼要播啊 你就會被 就被欺負 對啊 那你有在國外遇到他們直接 就是 complain 然後你有getting trouble過嗎 會這樣嗎 不是我 but I have a story 因為我的 my family is from Cameroon from 西非 Kamano 然後 然後我有一次我去那邊 去Kamano 去Kamano 對去Kamano oh that's so cool 那是Francis & Ghanu 是那邊來的嗎 你說 Francis & Ghanu UFC fighter 就是很兇的那個 很壯 很壯很壯很壯 好像是Kamano 還是 I'm not sure 我去那邊 所以我去那邊 拍片 然後也是找一個DJ gig 然後去那個夜店 你去那個夜店 就是保全是很兇 然後 看你怎樣 如果不是美 他們都不理你 這樣子吧 然後你去 你去 Kamano的夜店 他們說 好晚安 你曾經到我們的建築 你曾經到我們的建築 完全不一樣 感覺人超好 對 我也覺得 WOW I've never been in a club with this many black people There's no fights No fights No fights No fights But like 很帥的夜店 是一般的夜店 所以你進去 他們跟你說廁所在哪邊 然後 DJ在播歌 然後那個DJ在播的音樂 好像大家覺得不適合 所以 他們就在DJ台前面說 Get out of the DJ booth You do not know how to play the good music And they're like Boo Boo 很嚴重 大概十幾分鐘 所以 後面的那個 霸台 manager 他就請另外一個DJ上台 那個 DJ at the top he had to come down And the other DJ comes up And he plays the record And like Yeah And另外一個DJ下台 其他人就是 You don't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Go get a real job 好嚴格 好嚴格 到底他們那邊是對音樂的標準 超嚴重 超嚴重 他們有 specific requirement For them 因為我去幾次 我發現 也是其他人跟我分享 他們說 You need to play good music 不好聽 如果一首歌不好聽 他們說 OK好 那繼續 第二首歌 欸 所以馬上他們的反應很快 So very direct Very direct 對他是卡麥隆 卡麥隆 OK 超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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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FC的 因為他 他超強的 對 他曾經就是在那種 就是沙礦裡面工作 他是就是好不容易逃到 I think he was a refugee or something 然後就跑到法國 然後在那邊被發掘 然後他好不容易進了UFC 然後發現 因為他以前好像在沙礦工作 所以他的那個核心跟下盤超穩 所以他只要輕輕碰到人家 那個人就會被KO 哈哈哈哈 那個人就會被沙礙 是吃過苦活下來 然後超兇 他跟一個前冠軍打的時候 就打一拳 然後你看到前冠軍頭 直接往後飛 這個很屌 真的很屌 他很屌 很兇很兇 那 What's the one of the Can you share like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stories When you were DJing Actually one of my most memorable stories 我第一次來台灣放歌 在台中 and I've been in Taiwan maybe幾天 算是我第一個 第二個gig 第一個是在中山東路那邊 然後第二個是在台中一個公園 不知道叫什麼 but they have like a jazz festival 每一年他們就辦一個 好像一個jazz的活動 有幾個月 是outdoor的 outdoor的 然後我去 我就看到很多 就是不同的jazz performers 然後我說 oh cool 那什麼時候會有DJ上台 都沒有DJ上台 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要上台 然後我有點緊張 是因為 everyone on the stage before me is like a band and they're singing and I'm playing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 有一點尷尬 What? 可是現在很多DJ 他們也會把自己融入在表演啊 對 對沒錯 但是那是2006年喔 所以那個 滾花還沒有那麼 還沒起來 對 所以他們介紹 It was like okay DJ台這邊 然後旁邊都是空的 and they were like introducing from America DJ Soda and the crowd's like hey 他們不知道要幹嘛的 所以我開始播一首歌 那時候我也是用唱片 所以我播一首歌 然後就是在鼓勵大家 like hype man and you see 就是一些人在 clapping 就是很high 然後我繼續播 然後我大概知道他們 因為都是jazz 他們一直聽jazz 所以按到那個jazz house的位主 然後 what started as people like 三熊 這個人在幹嘛 就變成很狂 and we're talking about like young people old people kids people有上台跳舞 and it was like 那時候我也是 I had like a new song so I was like 丟唱片來給人 and people were super like excited and I was like whoa It's like this is why I do this is because even though我根本不會 我不太懂你們的文化 你不懂我的文化嗎 還是有 有機會溝通 用音樂溝通 and for me that was part of the reason why I wanted to move here because 台灣好像有料欸 我要看 what else is here and that was 對 2006年了 wow 居然是那個時候 that's so cool 你剛剛講到DJ這個文化 我蠻好奇的 因為現在我 我Instagram上面有很多韓國的 女DJ的一些 哈哈哈 我跟你說 Ken很他一直很想要找那種 辣妹DJ 然後來表演 像DJ收的那種嗎 對 DJ收 我其實婚禮的時候 就找一個辣妹DJ 他都到處看 他說 我們這個活動找這個辣妹DJ來好不好 大家會覺得很high is that a thing no yeah yeah is that like the new trend 就是找 用辣妹DJ 在大概15年前 在西方算是 a big trend but now it's kinda move to 亞洲去 like the辣妹DJ you press play you sh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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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ake your pay check right but for me it's like ok好啊 everybody gonna賺錢 如果你覺得音樂好聽 大家high起來 就ok啊 看你去是要聽音樂 還是看辣妹 對 so 就 蠻住你的需求就ok 哈哈哈哈 你去過了這麼多不同的國家 你會去之前 你要先研究一下他們那裡的 taste嗎 文化嗎 要怎麼研究 這很難欸 對 你怎麼會知道那邊的人聽什麼音樂 You can't google it right at the time 那時候google還沒發 所以我 我們的文化是你要找音樂 你就到一個地方 因為那時候我常去日本 所以我去他們的那個唱片店 like the record store and you just dig you look 你都花幾個小時在找 啊這個 哇好酷 有什麼什麼東西 我看不懂他們來播 欸很酷欸 這可以讓他們的文化理解 欸 他們到底是什麼 what do they like to listen to it's almost like food 跟食物一樣 it's like 欸我要懂 what makes these people tick 他們到底有什麼想法 so when you dig you find little things like national anthem maybe一些 就是他們覺得那時候很紅 然後你找個辦法remix 像我沒有做什麼 愛北見也 remix 我們做很多那些 就是台灣老歌 把它變成remix 是因為 for us it's like oh 這個你們台灣的文化 是對這個很有 how do you say that like it had a big effect so it's like okay how can we take our like our culture and mix it together so that's how we used to do it's like every time 我去一個新的國家 就是研究 就是這個這個 酷酷酷酷酷 然後你播的時候 哇 你怎麼知道這個 我說我聽不懂 但是你喜歡就ok了 我覺得這超酷的 因為以前我就覺得說 台灣好像很多歌 很適合remix 什麼名歌 歌謠那種 他們可是節奏強烈的 就 因為傳統上台灣 華語好像喜歡慢歌 抒情嘛 然後很多人現在都在討論說 如果可以把他們加入一些 新的元素 變得很有rhythm 對我們前幾天 跟趙永華才在聊天 她是一個台灣女歌手 以前非常有名 然後他們知名的歌 最浪漫的是 最浪漫的是 那他其實就有講到 因為他們以前 就是被定型要唱這種 抒情慢歌 可是他說 他們其實以前 都是做band出來的 他們其實很喜歡 比較有節奏 比較有節奏 然後rock 有rock魂 我覺得就是會有種 他們會覺得 啊那個你知道 老闆他們都不會 想要投資這一種 然後可能現在大家都是做自己的 然後也很難去跟年輕人接軌 所以我們只是好奇說 你們的經驗會是什麼 你們就自己去找 然後自己決定 對 其實我有幾個幾少是remix 你會找人合作嗎 有時候啊 但是我蠻喜歡就是 找台灣老歌 譬如說 我進來台灣是做 愛北京愛的remix 還有那個 我的寶貝 也是做一個remix 然後就是一些 我覺得很酷 可以把它從 like you said 比較溫柔 比較chill的變成一個 夜店版本 然後當你很high 你喝得很ㄎㄧㄤ 你put your hands up 你聽那首歌 你就更high 就更興奮了 我覺得我蠻喜歡那種的做法 你們通常會去跟那個 譬如說原唱或者是 會去跟他們聯絡 會想要合作嗎 你覺得remix的時候 需要取得對方同意嗎 看 you have bootleg version like我們做那個玻璃性的remix 我們就是 我就下載啊 然後卡 然後我們就 我寫歌詞 他寫歌詞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rap song 然後後來那個Name Me就分享 我說 他有聽耶 他也沒有生氣 好 好酷喔 所以最多的時間 因為我沒有access 我沒有那種就是影響力 欸這個不錯 好我們去偷拿那個MP3 然後找辦法 就是 逃避版權問題 對啊 我完全開放 如果有一些歌手要跟我合作 我可以 我都ok了 對啊 OK 我們等一下結束跟你講喔 到處發喔 因為我最喜歡做remix 因為就是 DJ的文化就是 take a new perspective on something that's already cool 對 那 how much time do you have to spend listening to music 因為永遠都我心音樂 對啊 然後你要看這麼多essens 然後ism 然後 然後 you've only got one person helping you basically 對 我們是 nerds 這就是我們喜歡做 我在研究東西 我在聽心的音樂 所以它是複雜的 我明白 但我只喜歡探索新的東西 新的音樂 新的資訊 新的資訊 對我來說 那是一年而已 就是一年而已 任何你能探索 找到更多的 那就是算DJ我 如果有一些資源 你最想要做什麼啊 就是 你會想要辦一個 I don't know like a show or you wanna a music festival 對啊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很想做的事情 因為我發現台灣自己有時候 辦那種大型的音樂 like DJ活動的時候 大家只看說 oh 有世界百大 那大家就要去 可是都不在意 like local DJ 其實很努力 and 其實台灣有很多蠻屌的local DJ 他們其實也是很努力 and I'm like hey man you guys have a lot of talent here yo 要看一下 就大家只看到世界百大 就要看到Armin來 oh Armin oh Armin 我本來我們做好機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覺得那個戲演社 都很認真在做他們的事 那也是就是把他們自己的idea 跟文化投進去 我們說喂 你們這麼都不看 好 我們來推 然後 put our cow bay stuff on top and that was how we became our機車 that was the original idea oh I see s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機車 no oh 因為我們兩個 我們在辦公室我們蠻常都是在講幹話 然後她老婆一直說 你們應該要開個笑 你們真的太過分 她好像太機車 that's kind of where the idea came from oh I see 但是她老婆都覺得 一直說我們很機車 然後就變成ok好機車 就這樣子 oh 所以是真的好機車 原來是這樣 ok good bike mob good bike mob yeah thanks for coming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thank you 好開心 那我們 真的會 找人喔 ok 真的會把你的information pass出去喔 我們要 pass你的information 好 我可以啊 我真的ok啊 好啊 cool 謝謝謝謝 thank you